香港青年走到最前,大家好,我是小明 早兩天新加坡的韓展正式開幕 但當中有一個展品 涉及到德國的飛機 但守著這架飛機的德國保安 竟然大大聲說了一句 Chinese get out 即是說不讓我們中國人入內參觀 很明顯這件事是涉及歧視的行為 而且這架德國飛機 本身的製造廠是Airbus Airbus對這件事亦有作出回應 而且非常快來回應 但對Airbus的回應 我個人不太接受 我們稍後回來會跟大家說這件事 早兩天發生了一件事件 說到有一名香港男子 跑到深圳玩直立板一些水上活動 但怎料發生了一些意外 令他隨水漂流了二十多小時才回到香港 在這件事件當中 我們香港青年亦會提供一些方法 又或者是一些解決的辦法 去讓大家參考一下 畢竟最近大家經常都不想 若然中間發生了甚麼意外 又或者大家例是說 遇上一些危險 又或者頭暈生氣的情況下 也希望大家得到保障 我們稍後回來會跟大家說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和訂閱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還要記得幫我們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每一條影片 早兩天新加坡的韓展正式開幕 但在這次韓展裏 出現了一件非常尷尬的事 有關這次尷尬的事情 就是出現在Airbus這間公司 有一架叫做A400M的德國軍機 亦都來到這次韓展裏參展 大家要留意一個字 叫做靜泰展覽 而同時Airbus在他們的官網上 亦都說到 由2月24日到25日期間 是歡迎普通的觀眾 是入內參觀的 即是想看一架飛機的民眾 只需要排隊和買票入場就可以了 但實際上有關德國軍機 要上去參觀的話 原來是有限制的 這次的限制 還涉嫌和歧視有關 因為看守著德國軍機的德國保安 就說不讓中國人和俄羅斯人參觀 甚至還大大聲聲說了一句 Chinese get out 不讓中國人和俄羅斯人上去 對於這件事 現在在網上有很多不同的輿論點 有些說德國空軍這個行為 是表現了他們德國根深替故的歧視 和不尊重的 有些人就說 會否是個別工作人員的失誤 不能夠一觸光打船人 不應該說到保安牽涉到整個德國 作為事件主角之一 即Airbus這間公司 它的回應也非常重要 初期Airbus只做了一個簡單的回應 但其後發現未能平息公眾的憤怒 反而令人覺得Airbus是否不重視這件事 其後事態發展越來越嚴重 Airbus的官方也想為這件事而降溫 所以在2月25日 Airbus官方發了一次文出來 就說到他們Airbus這間公司 對這次事件深感抱歉 也強調Airbus將來會在中國大力發展 希望與我們中國攜手合作 保持著友好關係 還說到要為中歐往來樹立的典範 其實我們從Airbus最後的發文來看 他們Airbus總部 看怕真的不知道現場情況是怎樣 也有機會有一個情況 雖然這部德國軍機的製造廠確實是Airbus 但有機會德國是買斷了 即是說到這部軍機並不是Airbus的資產 有機會德國空軍不讓中國人和俄羅斯人參觀 所以到最後才有德國保安對我們中國人說一句 Chinese Get Out的局面 所以在Airbus的回應裡 並未提及有關Chinese Get Out 又或者歧視的細節 但有關德國空軍人員 那麼大聲說出這番言論 很明顯是德國對我們中國 是處於一個敵視的立場 也有可能德國空軍方面 一早已說明不讓中國人和俄羅斯人參觀 但對於這件事其中一個主角 德國空軍到現時為止 都沒有再出過任何回應 大家都知道 德國是北約的成員國 北約的組織本身就是美國的手下 可以說是為美國推動他們美國霸權的工具 之前北約還說過要積極地介入亞太事務 所以作為北約成員國的德國 自然要為美國立喊助威 所以有機會也因為這樣的情況 才會有今天德國空軍 說出Chinese Get Out的字 為什麼我本人對Airbus的回應不太滿意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 無論這架飛機是屬於Airbus 還是屬於德國的空軍也好 原理上去參加今次的新加坡航展 是用了Airbus的名義 所以無論今次是德國空軍的問題 還是Airbus的問題也好 有關歧視我們中國人和俄羅斯人 Airbus是必須出來解釋的 另外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軍事迷 今次德國的軍機能夠來到新加坡航展裡 大家要知道 新加坡的航展並不是一個每一年都有的節目 有很多人可能千里少少來到新加坡 就是為了看這架軍機 但現在人家那麼遠的水路來到 你只是一句說不讓人看 人家就沒得看了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是怎樣賠償這些客人呢? 再說這個工作人員呢? 即是德國的保安還是德國的空軍 若然他真是一個軍人的話就更嚴重 萬一他手上有什麼武器 在這個鬧架期間有什麼拆槍走火的話 到最後哪一個負責呢? 所以怎樣說也好 有關今次新加坡航展的歧視風波 其實背後是反映了很多問題 首先就有文化差異的問題 還有有關我們中國人的國家尊嚴問題 說真的現在這個時代 即是網絡的時代 每一個人都可以很簡單地拿起手機 記錄自己的生活 若然在身邊有一些不合理的行為 是很容易被人放上網的公審的 所以就像今次這件事一樣 新加坡航展是一個國際的展覽 無論是所有工作人員還是觀眾 都要尊重他們的國家 不應該貿貿然作出歧視的行為 還有有一樣東西我想提 為什麼這次Airbus 這麼快會作出初步的回應 而初步的回應已經是道歉 以前不是這樣的 有些什麼就繞幾十個圈才開始講重點 大家看看 那個所謂的球和尾仙 又是這樣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Airbus這麼快出來道歉 因為今年新加坡航展 有我們中國的飛機製造商出來展覽 而我們中國的雙飛還帶來C919 而我們的C919 對標的是Airbus的A320 更何況現在國際間經常在談論我們的C919 將來在這個國際大市場裡 Airbus還能否維持到他們的銷售量 未來的航空業界國際環境一定是這樣的 C919必定是佔領重要的位置 所以說未來Airbus這間公司 無論是向中國還是向著世界 他們的前景應該都頗暗淡 不過Airbus你們也不用怕 因為我們中國是不會再製造 像你們的軍用運輸機一樣 因為我們有運20 是比你的軍用運輸機更加強勁 再說有關我們中國雙飛 在航空業界市場上 不單止是C919 還有ARJ21 這一類型的民航客機 但我們就不會像德國軍機一樣 去歧視某一個國家的人來參觀 我們中國所有的飛機 只要能夠來到這個展覽裡 都是歡迎大家來到參觀 說真的 這麼遠的路來參展 都是想其他國家看中你的飛機 然後下單 既然來到國際大展覽裡 還要收收賣賣的話 那你不如回家吧 前兩天去深圳的鹽田區 發生了一個港南漂流記 這件事就說到 有一名59歲的香港人 他最近上了深圳玩一個直流版 一些水上活動 但怎料玩玩玩的期間 就體力不知 在他體力不知之前 也有跟他老婆聯絡過 同時也有跟內地部門來作出求救 但畢竟沒辦法 大海茫茫 到最後他就失亂 在二十幾個小時後 就發現他漂流去到西貢的一個海岸上 這件事可以說到是有驚無險 但在一件事當中 有些網民就說到 這位發生意外的人士 他算不算偷渡呢? 說真的做任何事都需要動機 這次這位人士很明顯是一個意外 所以有關當局也說到 他不算偷渡 但我們從中也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近來我們香港人 經常都不想去玩去吃 若然好像人兄那樣 在玩的過程當中發生了意外 那又怎辦呢? 究竟有沒有什麼保障 能夠幫到他呢? 有很多人出去玩的時候 便會買旅遊保 那確實旅遊保 是可以保障到今次這件事的 但有些人就說 每一次都要買旅遊保 那就很煩 其實大家也可以選擇 買全年的旅遊保 那就不用每一次上內地 都跟保險公司去買 還要記住一件事 旅遊保是包含透洩和不見東西的 若然大家玩得這麼開心的時候 留下了錢包在一些娛樂場所裡 其實旅遊保也會爆 好像這位人兄那樣 若然因為有些意外 到最後就入院 要住一兩晚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什麼能夠補到他呢? 就是意外又或者住院保險 好像這件事 很明顯就是意外的事件 若然大家買了意外保險的話 就不用為了這件事的金錢而煩惱了 當然住院保險的作用也是一樣的 只不過因為很多時候 並不是意外發生 而是普通感到不適而入院 在這個時候 剛剛說過的意外保險就不生效了 就要用到住院保險 因為香港買的所有住院保險 都是全球性保障的 而有關自願醫保 還在亞洲區重點保障 總之怎樣說都好 買一張保險 保障一下自己 平時去玩去吃都會安心一點 若然在保險上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找我小明去諮詢一下 我的電話就是61570754 大家可以普通地打來 又或者WhatsApp我 去問問有關保險的詳情 最緊要大家就是玩得開心 玩得放心 今天我們香港青年頻道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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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